大家好 我是蓝宇队长马拉欧斯 在这个时候做直播 其实内心非常非常的愤怒 我们在这几天看到 辱骂、污蔑、消费、打压 对蓝宇的这种言论 蓝宇队长对黄先生 在这个时间有几件事情要来宣布 第一个,请黄先生立即跟蓝宇人道歉 道歉 第二个,我在这个时间 要跟黄先生提出要求辩论 我们也可以透过其他的媒体 电视台以及网路的社群 我要求跟黄先生进行蓝宇核废料 人道的辩论 也欢迎黄先生到蓝宇来 我们在蓝宇等你 我们在蓝宇等你 我们来针对蓝宇的生存权 针对蓝宇的反核历史 来做一场环境的辩论 你的吃,你的住宿 我们可以来募款帮忙你 请你现在能够来到蓝宇 跟我们进行一场辩论 这是我们今天要在这个直播要表达的 那目前在蓝宇 我们听到这个言论以后 我们对黄先生这种污蔑 污辱的言论非常的愤怒 这个愤怒在年轻人 跟老年人已经蔓延开来 何必要放在蓝宇 真的是一个不公不义 欺骗的历史 所以我们要在这边很愤怒的说 很愤怒的说 黄先生 立即道歉,立即辩论